自拜登先生1月20号执政以来 我还是认为拜登的中国政策还没有定型 我们能看到他极其重视中国关系 所以比如说在他国家军委员会里面 他请坎贝尔出任高级顾问 在国安会里面亚洲方面用的人特别多 比前任比奥巴马事情要多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他重视你用人很多 然后他给的讯号也挺复杂的 他在美国国务院有一个讲演 后来建CBS 哥林比亚管部公司也有一个讲演 其他还有几个厂要讲演 总体来讲拜登是重视中国的 非常重视中国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跟特朗普相比还是有一些进步 我比较欣赏他这么几点 一个他是这样的 他说中美有全面的激烈竞争 但是我们要避免走向冲突 是吧 你想这是不是有一个边界 因为老特朗普他就 他就是奔着冲突去的 是吧 所以你想特朗普从18年开始打贸易战 到那个他快这个这个离任的时候 中美关系就变得很危险了 三年中美关系一直往下走嘛 就很危险 反正上来大家说心里安定一点 安定一点就跟他这个理念也就有关系 知道吧 他承认我们是竞争对手 但是他有一个边界就不要冲突 这个就挺好的我觉得 第二个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认为美国要跟中国竞争 关键的关键是搞好美国家里的事情 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那特朗普就有个问题 特朗普一直就认为他做的挺好的 我这没毛病 毛病都是你的 那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这我们两国有矛盾 应该双方检讨嘛 结果他的思路是我们家没事 有时候就是你 这就不对嘛 那么至少那个拜登承认 他们家里问题也很多 他要去收拾家里再说 这个第二个挺好 一个是避免冲突 第二个是以家里为主 第三个呢 他还是承认中美是有合作点的 比如气候变化 比如说防御 抗疫 比如说核扩散 反恐 解脱贫困 对不对 他点了一些合作点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拜登先生执政到现在一个半月 这个极其重视中国 所以他人力投赌很多 所以中国团队配的就很强 但是呢 总体来讲还没有定调 但是他几个基本观点还是对的 好 咱们这边呢 应该讲还是很珍惜这个机会的 所以就不断的也跟美方保持接触 前面我们提到习主席跟他通话 杨洁诗国务委员2月1号 在那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联合会上讲话 那崔天改大师就忙了 好多场合都讲 那么最近比较重要的讲话是 2月22号 叫外交部蓝天论坛 是吧 然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就去了一个讲话 然后总体来讲 还是表达中国稳定中美关系的愿望 然后又提了几个具体的要求 这个要求 大家应该在网上都看得过 就是这个希望 那个美方放弃三个东西 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 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 实施各种单面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力打压 但现在美国方面呢目前还没有回应 这个没有回应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 他没想好 就整个这个他执政的思路 是先搞国内嘛 然后巩固盟友嘛 然后再来集中跟你谈嘛 没想好 但是我们我还是偏乐观一点 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拜登先生讲的那几个 中美关系的观点还是对的 是吧 等他如果他坚持这个观点 然后等他把国内事务 朋友事务搞定了 再来谈的时候起一点还是好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方一个是表达 这个稳定关系的欲望 一个就是划线 都是都是都是对的 这个 那这个划线最后能不能落实 我们要看下一步的互动 嗯 我个人当然期待 就是 在未来不久吧 中美呢 能够展开高层对话 就展开对话 就大家坐下来 对话是第一步 然后对话完了 就不光是对话 吃个饭完了 得找点事合作 嗯 我期待 能够展开的合作呢 一个还是气候变化了 气候变化呢 是那个拜登先生很重视的议题 也确实涉及到全人类 然后中国这方面态度是很积极的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啊 而且我们一些技术 就是新能源发展我们要挺快的 工信部部长那个 这个肖雅清不是讲的吗 这个我们那个新能源汽车 这个世界第一嘛 电动汽车 世界第一 还有其他方面啊 新能源 光能 风能 这个 生物智能 水能 我们发展都是很快的啊 气候变化 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还有呢 那个 呃 在防御问题上 双方也是可以合作的 什么问题呢 就是疫苗 现在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 新冠肺炎疫苗啊 比较好的是中国 美国 英国 对吧 那么俄罗斯也有 但是俄罗斯好像是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西方更不信任一点啊 那个 那么 现在是这样 就疫苗问题上啊 应该是中美呢 都能够有办法照顾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 就我们这么联手 帮世界 对吧 因为那个疫情是这样的 它是个传染病 只要世界上 有一个国家 没搞好 那么那个隐患就在那 对不对 不是说你搞好了就好了 大家都好才好 都不一定 疫苗啊 我们给对方帮助 都不需要 因为中美那个能力都很强嘛 我们联手 照顾这个世界 穷国家 是吧 可以做点事 疫苗 然后像那个 何阔散 伊朗核问题 朝鲜核问题 那美国还是很关心的 是吧 这个中美都可以合作 还有打击恐怖主义 是吧 解脱贫困 维持这个金融稳定 推动 疫情过后 世界经济恢复 我觉得 就可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我们以后 关键是这样的 就中美呢 不是有很多冲突点吗 冲突点给它控制住 是吧 然后呢 开始谈 然后能够 在具体的问题上 有一点进展 如果 这几点做好了 那么 中美关系 恢复到某种 这个稳定状态 还是可以预期的 这应该是中国方面的愿望 然后呢 我看起来就是拜登 至少拜登先生 可能也有这个愿望 当然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还有 很多障碍 现在障碍 首先还是美国吧 拜登先生呢 应该讲 他在美国国内 政治地位比较弱 然后现在美国国内 整个就是一个反华气氛 现在在美国啊 只要你骂中国 肯定是有掌声的 给中国说话 就挨骂 所以你看那个戴琪 就是拜登提名的 美国贸易代表吧 用那个词 说中国可能以后 贸易上还是伙伴 又给骂死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 政治生态 知道吧 反华情绪很重 中美之间矛盾很大 战略上有对抗性 国内反华情绪很大 那这个背影之下 虽然拜登先生 有稳定中美关系的愿望 那中方现在那就不用说了 愿望非常强了 但是能不能实现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稳定 现在其实是没有把握的 我们只能就努力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推动合作 但是能走到什么地步 那我们得抱一个心态 就是尽人事 听天命 这个 我们做好自己 然后坦然的面对任何结果 任何挑战 是这样的 就是中美关系 现在那个 是结构性的 这个 矛盾 因此呢 相互不信任是很深刻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 重建信任 或者建立新的信任 挺难的 但是呢 再难也得做 这个 就不要走向完全的不信任 知道吧 在战略竞争的态度之下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保持局部的信任 或者部分信任 那比彻底没有信任要好 对吧 那么怎么建立部分信任 我想呢 还是一个是这个高层对话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找到某些具体的点 开始合作 如果能做成几件事 大家一块合作 那么局部的这个信任 是可以恢复的